欢迎来到肥力士频道 我的口号大家都会记得 Smart Spending Great Living 怎样可以使钱使得聪明 但生活可以Good Quality 今天会介绍的就是 如果你家里有种东西的话 关于怎样淋花 淋花是一样很满的东西 不应该人手做 应该自动化 究竟怎样做法呢 今条片就会和大家介绍 去片之前 告诉大家有很多5加1的资讯 还有英国的教育 将来会一路加多些片 讲怎样找学校 和哪些学校是适合你的小朋友 最重要这一环 就是关于Patreon的金会员 将会有不同的优惠 会陆续送上 还有现在在做税务系统的视频 在准备给大家会员 可以到11个月的时候 就会看得到 之后继续有新东西 再次多谢Patreon的所有会员 支持我们频道的发展 将会继续有很多精彩的内容 给你们金会员享用 再次多谢你们 事不宴迟 我们马上去片 我们到花园前 先看看不同的产品 给你们一些资讯 如果说灑水系统 你会在Amazon看到有很多的类型 其实有哪一样的适合你呢 最重要就是不是一些 就这样设定好 其实你看到这些很多按键 然后按上下下设定 好像教电子手标 每次都忘记怎么教 因为实在太复杂 现在用Apps 当然在Apps搞 一定是找Wi-Fi 还有好处就是你回到香港 去旅行 又或者去远一点一两天的旅行 完全不用担心 没人跟你淋花 淋多淋少 还要自己控制 下雨都可以不淋花 你都可以控制 那当然是找Wi-Fi版本 立刻给几个版本你看看 这就是我现在用的 有好有不好 我觉得它不是最好的Quality 因为我在Alexa叫它去淋花的时候 它常常拿不到资料 所以我认为OK acceptable 然后同一个版本 因为这个版本已经没有 在下面的视频里 有所有接近的连续 这个因为经常都买断货 可能它翻货太少了 那我刚好被我买到 我试到 我又觉得OK 所以稍后我的demonstration 是用这一款的 但是你看这些位置是塑胶 如果我有得选择 我会选择一些实际 这个就是一个alternative 同一个version 如无意外 因为我看到它的Apps 是一模一样 所以功能应该一模一样 再去下一个就是Divo Divo的版本 它有很多型号 可以给你选择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头 有两个头 这些是你的需要 一头两头 和价钱有些不同 还有Divo 还有很多版本 但是这些版本 全部都是国内出的 我觉得它本身质量 你自己衡量 国内的东西 你问是否最完美 我觉得未必是 因为它用料始终便宜 可能里面的水杂位 全部是塑胶 又或者未曾做过严谨的测试 导致你要开一万次 是否真的会难呢 没有人知道 还有WiFi会否突然间断了 突然间没有电 会怎样行动 怎样做法 其实没有人知道 但这个我觉得不是我的问题 首先我不在意 它是否开一万次 因为我会换电 烂了便会再换过 那么便宜 但是最重要的是 安全性的问题 如果你是关心国内的apps 又或者它那些软件 或者它进入了你家的WiFi 你担心不知 为什么你的席币 去到他家公司 然后可以迄入你家 如果你有关心 这件事 Widgets 我觉得机会很微 但不可以说没有 但机会不微 机会那么微 如果你不喜欢 我觉得可以有几个选择 有这种叫Rainpoint Rainpoint 就是美国的公司 我看它的网站 它的contact point 就是在美国那边 它卖欧洲 卖美国 卖英国 这些国家 所以我觉得 这是其中一个 alternative的选择 我都放在 description 我看它用的quality 起码是用metal的版本 我觉得这个位置 尤其是这个位置 流水也是在这个位置 如果你用水喉鉗 大力扭它 刷膠始终有机会爆 但这些 如果是metal 我觉得会很稳妥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离开那家 有时候用metal 始终稳妥妥 一点 我影片会稍后说 究竟metal有什么好 接着另外一个product 这是澳洲的产品 所以你看到 1,087的产品 全部是4.5升 4.5升 在Amazon的产品 是非常之好 而且不是少人Rate 这个少点 46 但我觉得公司也是可靠 另外一个多人Rate 1,087的人Rate 我相信很耐性 控制得很好 确定很安心 就算去了旅行 旅行也好 那它应该坏的机会 很少 如果你找到一个zone 即是一入一出 那你直到一四几都可以买得到 好吗 这些连续都在视频 好了 去到水喉 或者噴嘴 那些 你一定要选我这一件 建议你的set 因为我告诉你 我稍后影片 你会看到我在Garden 告诉你 有哪些是不会用的 在我觉得的情况 这种大水柱 就是左手边 这种大水柱 这些噴水 其实它令到你的水压低了很多 如果你多做五六个头 或者十个头 全部噴这种头 其实你的水压是不够 去推它噴水出来的 所以去到八爪鱼仔 滴滴滴滴滴 你的范围太小了 所以你买这种不太适合 另外这种又是出水太多 都是不适合 所以你不要找这种 你一定是在下面的描述 下面的描述 你看看这些 这种 我们用噴霧式 这种噴霧式是最好的 噴霧式是最好的 噴霧式是最好的 这个跟起来没办法 这是一套 所以你可以在描述 找到这种 整套系统 现在还在做这个特价 你可以买大概40米 都是二十多磅 已经有了整套 这一套 如果用噴霧式的 二四六六二十二十二 差不多有十五个 其实很够用 所以一般来说 已经可以把你家的花圆 分布得非常理想 好吗 我们立刻下花圆 看看情况是如何 照顾一个花圆 当然有很多东西 你可以享受 你可以有BBQ 你可以在外面 例如做一些 早上运动 即是神运 走路 然后剪草 什么都好 有些东西你是享受的 但是有些东西是非必要的 非必要的意思就是 其实它是一定要做 但是又不是非必要自己下手做 那怎么样 一定是好像我频道所说 一些东西是靠自动的 那为什么自动自动呢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 它需要每天都要淋花 淋花的情况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你外面有个地方种植物 种植物不只是我们种的 很多的香港人来到这里 或者当地人 你去到看gardening的地方 就知道 他们有很多种子 给你去买 那种子真的可以种植物 而且你可以种几种方法 你可以种一些花盆 比如自己葱 你应该很多人都会自己种葱 还有当然其他可以吃到的植物 我待会就问一问 另一位在gardening的专家 就再问他 究竟有什么可以种 但是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种的东西是需要淋水 淋水呢 当然也没有问题 但是淋水 如果你去旅行的话 谁会淋水呢 所以 就要靠一些自动化的东西 那今天跟你讲 关于如何自动沙水 好 马上去片 去到这个春季呢 那当然 地方当然 绿草余茵 很漂亮的环境 那些树叶都长了出来 那些草都长了出来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去种植物 现在下去给你看看 我们设定了早上 10点钟 会自己灑水 但是灑水之前 我们就看一看 究竟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呢 就沿路走下去 现在我刚刚做这个设定 那就是这四个位置 有做灑水 那 before 喷水之前 因为大概还有几分钟 它就喷了 那我们先看看 究竟怎么布置 那些水喉 那些水喉呢 它是很幼的 那幼身呢 有好处不好处 当然是便宜一点 但是呢 这些标准版 不是我特意买便宜的 是通常呢 里面呢 就4mm 外面呢 就7mm 所以就是4 斜一下 7mm 那这样的 那你最好 要再extend 再买一些加长 那你就买那些 那些拨口位呢 你要用热水浸一浸它 然后呢 摸进去呢 它才紧的 要不然的话呢 其实它硬身呢 你很难推进去 那又或者你用火机弹一弹 然后摸进去 但是最好就是 根据它的instruction 就是用这个热水 好了 那这些咀呢 这些咀呢 就是噴霧式这样的 可以向上 可以向下 视乎你种的东西 那你至于再调整 它本身跟来呢 你见不见 有一支黑色这些 这样的胶棍仔 其实这些猴呢 本身是落到地下 其实好的 落地下都 落地下就是说 因为那些水呢 其实你想落泥 你不是想落叶面 那所以呢 其实它插到那么低 然后灑水就可以 但是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不想这样 打很多szz 这样落喉的话 这些猴都贵的嘛 而且你落那么多喉 都阻止你耕种 或者种东西 所以呢 这些呢 你升高它 然后灑水 范围就会阔一点 所以你见呢 我一条 大概 两个手蓝位 一个 两个 那我就做多一个咀 那我觉得这个呢 就是最标准 那所以如果你从前面看呢 你不就见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就已经盖上了 差不多 一米 乘两米 就是一道门 那么大的了 那我只用了四个头 好处是什么 其实它的压力呢 它出不了水 那些水一样 不会强行走的嘛 那所以呢 它其实都省水的 那但是呢 我用霧化式这只呢 那也是好 那用霧化式就是两种的头 有一种呢 就是一条条水柱 但是我觉得那些用水量多 那如果你要长的地方 就是很多地方都要的话呢 那我就建议用这只 就是噴霧式 噴霧制 你十点钟会看到的 那接着呢 它一噴呢 它就会整个范围 都可以噴得到 那这里有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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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那所以呢 塞下去呢 然后拧开 它还有一架 这样就拧实了 这样就拧松一点 那接着你噴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再调教 究竟你想的霧化 那个情况是怎样的 那这里有四个 然后呢 转过去呢 因为我不走嘛 所以我特意不用走地下 然后这里有四个 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呢 你应该要试中 当然了 士多啤梨很受欢迎的 好受那些什么 雀仔欢迎 那些蜗牛欢迎 那它们会在吃点 但是呢 很容易种 这里呢 又有四个 你看到呢 我这个向下 因为我想试一下 向上和向下 但是向下试了 就是去噴的范围呢 肯定是小一点 那就不同 但是就不会突然有风 吹走了 那些水 等一下你会看到 那这些猴呢 就走到下面 自己怎样布置猴 自己决定 接着呢 那条猴又在那里走 有四个 有向上 有向下 那你向上向下 其实它没有固定的 这些是自己拧的 你喜欢 拧它向上 不向上 拧它向下 那这条竹呢 都是另外自己配的 你出去买些竹 那我剪断了它 那就是一条 分两条 接着就拼下去 那高度 大概有两个手蓝位 那我觉得已经很足够了 那现在呢 那条猴 跟来有三十米 三十米 你不要以为很长 你不要想着 一个足球场一百米 我家屋哪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多 但是呢 那些位置要走猴 你要设置 转弯 所以很浪费猴 那接着一路去 一路上 上去哪里呢 去到那头 其实我现在就是要再延伸它 再延伸它 然后才可以 因为水源在屋里 所以你要在那里出水 那水呢 现在去看 究竟的时间制 是怎样 那我现在看一看 的时间究竟是几点 它差不多到处 开始水了 原来已经56分了 那还有四分钟呢 它就会洒水 那你不要想到 洒水会很厉害 会噴得 哇好像很精彩 它是霧化的 所以它是 这样 然后呢 每个地方都有些水 那你会发现呢 每个都好像不平均的 有些是灑高些 有些是灑低些 那你就慢慢拧那个红色位 就调教它 究竟它是灑多点灑少点 你可以呢 譬如说这里没有中东西 就像这个案子 有些地方没有中东西 你就就关掉它 那它就不在那里出水 那些位没中东西 就关掉它 是不是 那就可以不用出水了 那现在就是这样 等大概几分钟 我现在停一停 一会儿马上去看它出水的时间 好了 趁了两分钟 说一下APPs 怎样都好 那APPs 那就是一进去 那安装好 那等会儿再告诉你 那些设定 那些有些小小的东西 那怎么看的呢 先站起来 好了 它看的情况就是 它上面呢 就是有些日期 它就预计 你究竟哪些日头 哪些下雨 那你就可能有些日子 先关掉它 那这个电源是什么呢 这个电源不是我的电话 这个电源是remote 因为其实呢 我这个开山水喉的remote 是电动的 那所以呢 我可以在APPs 按键 它就随时开 那现在呢 这些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我可以即时按 它即时用我耍10分钟 又或者我可以叫它耍 15分钟 或者1个钟 2个钟 都可以的 那我save了它 那我一按耍水 按Play 那它即时做了 好了 那现在我可以设计 schedule Schedule就是这个 时间钟仔 那我就叫它10点钟 和16点 即是早上10点和下午4点 那如果我要加一个的话 是什么呢 我加一个两个功能的 可以Normal schedule 你可以叫它早上11点的假设 然后呢 叫它连续耍多久呢 这个up to你中日夜 譬如我耍了15分钟 然后呢 可以1 3 5 或者全部 那你就这样按完它 那你按完之后呢 然后你按save 它就把这个记录 记录低 那你可以做multiple record 那你也可以temporary 这样关掉它 即是其中一个 譬如你不适合 我想暂时停一停 因为可能是天气也好 或者是什么原因 或者我真的回香港 又或者我真的不想 它现在设定 我好像害怕 突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 终于关掉它 好了 10点 哇 见不见 我们现在过去看看 刚刚开始了 很准时 这些就是做了setting之后 那你不用理它 是不是 这个就是灑水 当然啦 最好的 直接灑泥是最好的 但是呢 我觉得我喜欢用这种噴模式 噴模式呢 它令到我 所有 你想想 4 3 1 12 我12个嘴 它的压力去到尾 都还有 是吧 如果你做灑水 即是一条条水柱出来的 你只可以做几个嘴 因为那些水压呢 不够噴到尾 十几个嘴那么多 而且我感觉 它的模式呢 它可以分散得更加多 水柱的那些呢 它大概六条 像八爪鱼那样 只是个范围呢 好像一只手掌那么大 如果你做一些小的地方 就可以了 你像这些一道门的尺寸 就不可以了 所以呢 你看 譬如我现在当 我想将这个 山小一点 可不可以呢 试试它 我拧小一点 拧小一点 它就变不同的款式 这只再霧化一点 那它就没有出那么多水 至于你说去什么angle呢 当然是向上的最好 但是你会再调教一下 譬如捉一下 再设计一下 但是这些是menu可以搞到的 这里向下给你看一下 向下的情况都很好 但是就是这个范围 不够大 这个范围 所以我们就向上向下 好了 假设我现在这里不中东西 先把它拧开 先拧开 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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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種東西的女士就是我老婆 看看她種的東西為何這麼有規律 這麼英俊 還有她接下來說要鋪一些小石 令到好似漂亮一點 不要生那麼多雜草 這些Gardening的東西都要有心思 我們上去再看看 看看apps的remote control 剛才看到這個範圍 看到這個位置 然後我就可以自己設定 如果我去了旅行的話 當然你可以隨時on and off 隨便你 然後可以back 然後現在還有11分鐘 因為我設定了15分鐘 你還可以看回之前的記錄 看看她有沒有做事 這些就是Illegration的History 現在Cycle Duration 我做了很多Testing 我稍後告訴你Cycle Duration 這些全部是Testing的東西 這是很厲害的 然後到了30分鐘 這個正常的做法 我現在成功了 設定好了 所以試了一次 做了30分鐘 她有記錄 告訴你有沒有做事 這是什麼來的呢 還有一個Schedule 你們剛才看到有兩樣的 第二個Schedule 就是Cycle和Sook 這個就是可以怎樣呢 聽著好像很advance 就是早上10點 去到下午 下午4點 假設 每日 每日做什麼呢 每日呢 都和我淋 10分鐘 每日淋10分鐘 但是意思就是說 每日淋10分鐘 confirm 跟著呢 就停一個鐘 你明不明白的意思是怎樣 即是呢 每停一個鐘 灑10分鐘 即是每一個鐘頭灑10分鐘 直至由10點鐘開始 至到下午4點 這些就是說 給你剛剛可能種東西 又或者實在太乾旱 或者某些植物是需要很多水的 那你就需要用這種 早期做一個這樣的淋花的情況 是吧 那這些呢 你當然可以這樣 你見這條喉 右身 那如果你右身呢 做草地 是不行的 因為它太幼了 它的範圍泵得太少 你不可能放一塊東西在這裏 然後呢 就只是灑那個範圍 你一灑就是發發發的 那些灑到發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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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好像人家那些 看就是 真的真的公園在那裡灑水的那些 那些呢 那些呢 一定是要大的粗喉的了 那我轉頭上去看看 怎樣為之大條 這些呢 就真的做艱重 但是呢 整套東西呢 很便宜的 真是很划玩的 那你看下説的連結 那有了那個時間制 時間制 我給你們幾個套 然後我看一下我用那個 因為我用那個呢 它好像都 經常都沒有貨 那樣的 可能真的挺好賣的 那接著呢 它這些喉 我給你們看 然後它有些不同的嘴 跟著的 所以整套東西 真是超划玩的 那接著不說這個 草地了 草地呢 因為它是需要 再有另外一些粗喉 去報了喉 然後看看怎樣去 做這個噴水 那現在上去看看 究竟那個搖控的東西是怎樣的 拿水的位置呢 就是當然在水喉 那你知道每間屋的水喉 的位置都不同的嘛 那我這個呢 就在這裡 那我長期開著了 那我開了它 那接著呢 那這裡也有個水閘 那我另外買多個這些頭 一開二啦 那我沒有買一些塑膠的 因為我 你知道的 我長期開 那當然買一些 實淨的啦 實淨的那些呢 那如果In case 有什麼事啊 會不會爛啊 那些機會都少很多 始終戶外 那接著呢 就加了一個延伸 In case 你想做一些ad hoc一點點 插一條喉 噴水啊 灑水在附近 那我也還有一個 那開不開 那現在就關掉它 那你看 水都沒有滴的 乾的 所以這些質素很好 這個就是那個搖控的那一集 那呢 它用電的 用兩粒的AA電 那剛才你不是看到 三十幾%的 已經充電了 還沒換下去 那換回之後呢 那其實它很耐 那你換電呢 其實只不過拎一下它 打開 然後再有第二個 防水的膠 膠蓋 所以兩層的保護 那所以呢 下雨啊 都可以的 好了 接著呢 這個頭 就駁住剛才的喉 所以我不是說 要再買延伸喉 因為遲些要拎一下 要走好一點 收好一點 對嗎 還有那個位置呢 我第二個位置 我想再加一些噴水的地方 好了 那現在這個東西呢 就是用藍牙控制 那你可能會問 藍牙怎麼控制啊 藍牙不在家裡的話 就控制不了 因為是短距離而已 沒錯 所以呢 我們還要有一個叫Wi-Fi Hub 去看看 好了 這個呢 就是Wi-Fi Hub 那Wi-Fi Hub 我長期給電 然後這個電呢 這個東西 就一定要跟那個 剛才那個藍色的灑水 那個控制 就是開關閘那個 就是我用Apps那個 就一定要不要太遠距離 因為始終他們都是 用一個信號 去大家交流 那應該如無以外 他用Bluetooth 跟那個東西聊天 那這個呢 因為有Wi-Fi 那所以 你就可以用Apps 就算離開了家裡 都可以控制到 他開關閃所有的動作 那這個 Hub 其實他還可以控制其他 的家庭電器 但是 一定是要有 那個compatible才可以做到 那所有都是這樣的 第一次做setting 尤其是那個 Hub 再connect這個東西 都要花一點時間 因為始終 新Apps 都要學一下 但是 once it's set 之後呢 我會覺得他很安心地用它 因為so far 我現在用這個時間 我叫它開關閃 全部都很準時 還有用電量 又不會高 那現在還是30 我本身插下去 因為它開關閃的水閘位 其實它不需要用電 就是一下開關閃 所以它應該很省電 好了 今天就這麼多了 講了關於怎樣去整喉 大概少少種植的資料 當然我們不是專家 專家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多些東西 給我們聽一下 究竟可以怎樣 種多些不同的食品 如果你有方法 最重要就是介紹一下 究竟在英國 可以怎樣 基本少少叫自吸自足 有些必定要種 可能會不會是蔥一定要種 或者會不會是家力一定要種 不用出去買 還要有新鮮 還有如果你想知道 其他關於灑水系統 方法 又或者是 用多少水量 或者想再知道 多一點資料 你可以留言 或者如果你有用過一些好用的產品 也可以介紹一下 當然 好像有些說 太陽能的泵 我可以在河水泵水上來做種植 又或者我可以做一個水桶 下雨的時候 下個網 添加了一些葉 一些沙塵 然後只是水 然後又可以吸那些水 用來做淋花 即是很多方法 你都可以淋花 所有這些產品的工具 下面的描述也有 還有如果你想了解一下 怎樣去弄草地的話 我其他片 都會慢慢陸續介紹 如果你有留意 剛才看到的話 應該你會看到 為何好像一塊塊剃頭 就是因為 我撬起了那些什麼 那些蜜 這些蜜 撬起之後 要再鋪一些泥 放一些種子 等它再慢慢生 你看到 其實都要加一點力 但當你加一點力 其實就好像 可以去得很漂亮 當然不會去得到 足球場的gray那麼厲害 但是現在 都很實淨 因為那些草 它本身有 硬淨一些 或者沒有那麼硬淨的草 所以 所有東西 都需要打理 但是1-4 做得好 其實都很漂亮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 確認 謝謝 我們 謝謝 我們 都沒有 T